彈珠 嗯,這是甚麼? 這麼有趣? 這是我們新研發的 可以幫你做運動的 拍攝冰箱的機械作用 不單要向前拍攝 還要向左、向右 而這個玩法很簡單 當你的冰箱需要拍攝之後 場產的彈力一下 後面你就用一個口接著它就可以了 嘩,聽起來挺好玩的 不如我跳起機吧 來吧 不如我們做你們的活動吧 好啊,謝謝 不如我先進去規則 橙色波是計1分,而白色波是計2分 每射5個橙色的波就要射一個白色的波 如果波可以進入這個箱裡的話 就會計分 如果進入字杯的話就會計分 你們評價什麼? 評價,評價 我們開始了 好 不如我數一下你有多少分 這裡進入了一個橙色的,所以1乘2就是2分 2加5就是7 然後這裡外面還有一個白色的波 2加7就是9,你總共得到9分 2,4,5,6,7,8,9,10,你總共得到10分 我贏了你,你超級18 不要緊,我下次一定會玩得好一點 你等著來吧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發射器可以發射冰冰波的 而控制發射器的玩家 除了可以左右調整方向 亦都可以調整它的力度 原理是因為它的馬達需要時間加速 而玩家可以透過調整波打的預備位置 而控制波射出去的力度 而令到波射出去的位置有變化 有改變,令人難以預測 這個是一個電競的龍門 前面就有個障礙物 這個可以用一個手掣來移動左右 而這裡就有個計分板 計算你進入了多少個波 當你想重設這個遊戲的時候 只要在手掣按start 就可以重設了 當電競進行的時候 雙方都會有一個手掣 操控龍門的玩家 就需要操控障礙物左右移動 如果一個波彈到障礙物的話 那波就會被人彈開 如果一個波可以避開障礙物 入到的龍門的話 就會加一分 而顯示屏上面都會加一分 我們有關於廢院的 以此 當然 mater